一名球员单赛季能空下2500分已经足够出色,即便想如詹姆斯,也没做到这一点。 当然,按照詹姆斯的能力,拿到2500分是没有难度,但由于詹姆斯总是为队友送助攻,所以才导致他得分能力达不到2500分,但是NBA历史却有6人做到了这一点。 梁乔丹在86到87赛季,场均砍下37.1分,并出席了档赛季的82场比赛,他在那个赛季总共得到了3042分,每场比赛出场时间达到40分钟。 三游差马龙是NBA历史最出色的球员之一,他在89到90赛季场均轰下31分,在打满82场常规赛的情况下,他单赛季轰下了2542分。 四,杜兰特在13到14赛季,他场均轰下32分,只缺席了一场常规赛,81场比赛,他总共轰下了2592分,并入选最佳阵容一阵。 五,作为现役三双王,微少除了主攻篮板出色之外,得分能力也不俗,在16到17赛季,他场均出手24次,81场常规赛一共轰下2559分。 场均轰下31.4分,6NBA历史最伟大的得分后卫,科比在05到06赛季,上演了最疯狂的个人表演,那个赛季他场均轰下35.4分,81场常规赛总共得到了2832分。 七张大帅的个人能力无需多言,他曾做到单场100分,61到62赛季,他场均卡下50.4分,在这80场常规赛比赛中一共得到了4032分。 也是NBA历史唯一一个赛季,能空下4000分。